電南陽紀南館在最近電視了 十五人的二字八列領電 在新北市有個高校的老師 就帶學生孩子去參觀 當作是校外教學 所以讓議員關心 老師父母說 這是正在活動的這個母子 靠著這個母子 所以就開記者回來回憶 共調說 他只有60人館的教育 電南陽紀南館 電出到十五人的二字八列領電 就讓我們上次 直接解鎖到台灣的民主自由 在那裡全部簡單 六月之外 新北市有兩位國小的老師 跟這個話題當作笑話高興 沒有時就一個拜日後 再突出 新北市有這個丹明義 跟學校思家阿伯 要求老師出來須命 假教學真洗腦 這幾個字 這幾天讓我難過很久 我覺得他否定了 一个老师跟基金会 我们在事前这么用心的安排 刘芳君老师就接到学校的电话 说学校接到澄清表 然后怀疑我们的校外教学活动 有一次政治活动 要在下午三点前现实 一定要回到学校 因为议员 科长跟校长都在等他 老师感觉是麻烦的疑惑 总是这个丹兴议员 透过的网路迭步来在欢博 表示说是有家庭的欢迎 说这个话题不太适当 我要说明的是 我没有打过一通电话 我没有关切过学校 家长的质疑 不需要政治力介入 不管叫做蔣经国基金会 还是叫正南龙基金会 都不能够系统性的进入学校 我以为那个整数的时代已经过了 所以我很放心地进行我的人权教育 对我来说这样的经验跟能力 是比他的国语数学能力 可以考一百分还要重要 老师在做人权教育 所以香港做一个无情地 当时老师是无法接受 是丹兰允议会 丹兰允议会丹允议会 背叛之下出面 要为自己讨论的讲度 免议审判长下报道